老師在課堂上為同學們講解藝術的觀念 同學們各個都聽得很認真 當然這個藝術作品會因為每個人的個性 每個人的思想不同 就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所以呢為什麼說畫畫 它價格很高是真的關係 水里祥公對於教育不遺餘力 除了對學生的技能教育之外 也致力於培養學生的美學概念 因此學校都會在校內的畫廊展出藝術家的作品 讓學生來參觀 並藉由課程的導覽 讓學生培養出藝術的眼光與觀念 校方表示 藉著高水準的畫作 提升民眾的美學概念 提倡我們的美感教育 是我們水里山空的重要的工作 那讓藝術走入校園 就是積極在落實這個美感教育 我們希望說讓學校 隨時都有藝文展覽 讓我們的學生 甚至我們社區的民眾 社區的國中小都能夠有機會 來欣賞一些高水準的一些畫作 來提升我們的美感教育 老師說 通過畫作的展覽 以及老師的授課 將能夠提升孩子的藝術賤賞眼光 並透過對作品的認知與理解 將感動融入學生的內心世界 我們有紅樓亞籍藝術中心 我們這個藝術中心經常辦理我們南投 縣內的藝術家的畫作 為什麼我們學校要那麼積極地來辦理這樣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在推廣美感教育 就是要培養我們的孩子呢 有好的賤賞能力 賤賞眼光 那這個賤賞眼光就是來自於 他的美感認知要更加的豐富 然後他要能夠做美的一些批評 那透過他每次欣賞的這種事物的一些分析 理解 然後轉化成他內在的情感 應援陳書惠對於校方優秀的教學品質非常肯定 並期盼經由教育單位的努力 為水里香貢獻更多的人才 水里山公不只說在學業上對學生的一個獨處 在生活上品格上 還有美學的教育也更加的一個重視 所以在水里山公常常會開放 給很多的藝術家進駐水里山公 展覽所有藝術家的這個作品 讓學生來做一個美學的學習 所以在這裡我們相當感謝我們水里山公 能夠長期投注在教育的領域裡面 對於學生的五域的教育不予餘利 也希望說這種人文的教育 跟我們水里香的子弟能夠做一個磨合 讓我們水里香在教育上 能夠達到最高的一個境界 藝術是豐富人心的精神食糧 在教育單位的努力下 啟蒙並傳承了南投的在地藝術文化 並將美學的概念生子在學生的心中 也為南投縣培育出更多 擁有藝術涵養的人才 民意新聞洪信平水里採訪報導 是豐富人心的ita